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面对新的挑战 新的挣扎 新的压力 不过圣经告诉了我们 一条通往喜乐蒙恩的道路 诗篇第一篇就把人要如何蒙恩喜乐的大原则向我们成名了 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一篇 第一节这里说到 不从二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谢曼人的座位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二人并不是这样 乃像康梯被风吹散 因此当审判的时候 二人必站立不住 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 二人的道路却必灭绝 这里我们看到这世界有两种人 一种是二人 另一种则是有福的义人 而这两种人都有不同的命运 首先 二人是指不跟从神 拒绝神的罪人 不单是行为上有罪 更是否定他们的创造主和救主 激怒耶稣 二人的道路是滑溜的 第一节说到 不要从二人的计谋 也可以说不要跟从二人一同行走 在第一节看到三个动词 行走 站 坐 每一个动作是比之前那个更严重的 与恶相交的 就比如说一个人是先路过一群恶人 可能是一群说闲话的人 然后这人从走过到停下脚步 站在一旁听他们的闲话 然后不知不觉的 这人甚至也坐得下来 和他们一同说闲话 所以行走 站 坐 是一步一步的进到恶里面 恶人的道路是滑溜的 我们要知道 在一切的恶背后 就是狡猾的魔鬼 它是时常暗暗的引诱我们的 而恶人的命运 就像康批必灭亡 恶人无论有多少成就 都不会被纪念 甚至他们有什么在基督以外的善行 也是没有分量的 像康批一样轻飘飘的 因他们人为的善行 不能为他们赚取救赎 撒旦也不会怕他们的善 因他们没有被基督的宝血遮盖 所以他们的生命没有权柄 仍然会被魔鬼和罪摆布 因他们没权柄 他们旁边的情况 人事物和他们自己的条件情绪 还是常常会影响他们 摆布他们 他们也如康批一样 无用 无果 不能成就神的目的 所以最终必灭绝 今天我们也当审查我们的生命 有否一些滑丢的道路 并保守自己不掉入魔鬼的计谋 特别撒旦总教信徒 进入两种极端 不是认为成圣的道路太难而放弃 就是觉得神的恩典太丰富 而无心与肉体邪灵征战 这两个状态都会叫人 不是自暴自弃 就是放纵肉体 根本没能力 也没心对抗黑暗的势力 所以信徒要与恶魔征战 避免走滑路 先要知道 我们信徒已经不是在 罪和死亡的律了 所以虽然罪的势力强大 但在基督里 我们已经胜了罪 罪不能再挟制我们 虽然我们在肉体还会软弱 但圣灵会加添我们能力来胜过 同时 我们也不该把上帝的恩典 当成廉价而随便生活 我们需要注意 有些的滑溜的陷阱 这包括我们一些熟肉的体质 例如 叫我们很容易生气的 很容易急躁的一些情况 尤其是早上 匆匆忙忙起来时 或者是每个月一领薪水时 马上就想放纵花费的问题 或者每次一谈到某个话题 比如恋爱或经济时 总是又对神失去信心 也许因为这人在那世上 曾经受伤 或还没看见神成就 他的心愿等等 并且滑溜的陷阱 不一定是行为上的问题 也包括了一些深藏的不幸 如 神不会给我最好的 神不明白我的需要 我不能等神做太慢了 我自己要先打算 或者是神的答案 根本不贴切 等等信念 只有当我们察觉了 这些滑溜的陷阱 我们才会小心翼翼的 紧握真理 放慢脚步来紧靠圣灵 以免失足 另外 诗篇第一篇也告诉了我们 那蒙恩喜乐的道路 就是 第一 不从二人的道路 但更重要的就是第二 就是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为何要喜爱这律法呢 因这律法 就是上帝的话 也是神的应许 他就像一个说明手册 讲解了如何能活得喜乐 也有果子 他的内容 是为了叫我们免去不必要的麻烦的 有些人认为 有些人认为律法是束缚的 所以不能喜爱这律法 但其实神的话是要保护我们 不是挟制我们的 就如车上的安全带和我们房屋的锁头 都是为了保护不是限制我们的 那我们当如何昼夜思想神的话呢 思想也可以说是祷告 这祷告不是空空的 乃是要连接于神的话 一切不按神的应许 祷告的 是不会蒙应允的 并且神的话和应许 要成为我们祷告的内容 而这默想也是要昼夜做的 因我们的心怀意念 是非常容易受人事物波动的 所以我们要在凡事上认定 神与我们同在 认定我们是有主人的 所以我们的每一个决定 计划 举动 言语 都当在默想神的话语中 得圣灵的感动 多数人认识神的律法 是在头脑上 但默想神的话 是需要用到我们的心的 而当我们能把我们的理性 和我们的心连接上时 我们才能开始享受信仰生活 最后 圣经说 蒙福的义人并按时后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这不是说他们的私欲 也会全都如愿以偿 乃是这义人的心怀意念 已经非常配合神的心意 所以他所做的 必然得神的支持 他也必然按时 为神的果度 结出果子 弟兄姐妹 虽然诗篇第一篇 好像是一个简单的信息 但他所强调的真理 是不变的 就是 二人和一人 有两种显然不同的结局 盼望我们今天 都愿意选择那 蒙恩喜乐的路 即便我们仍会软弱 但圣灵会信实的 帮助我们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